大家是不是經常在交友軟體上面碰到瓶頸呢 你是不是覺得給一堆愛心 可是都沒有人給你愛心 今天讓我這個配對成功率99% 什麼我任我把我所有的頸囊妙技一次囊跨出來 給大家參考 講到多年的交友軟體經驗 我還是必須要從最初最初 當我還在強保之中的時代說起 那是一個波階的時代 妹妹我要偷偷的上網 我一定要趁老爸未歸老娘買菜的時候 捏手捏腳的跑到我們家樓下 然後打開電腦的電影園 這個時候還要打開我們的波階上網戏 會聽到那個聲音 等待了5分鐘之後 電腦就會出現 先進傳說online 我二話不說 連思考都沒有思考 我就選了一個女性的角色 從此以後開始了我 闖蕩天下的 女生 在網路上的女生 其實就像是 自尊媽祖五星魔關語一般的存在 全世界的男性都會圍著你打轉 簡直是 紅在掌心怕摔著 含在口裡怕化的一般的存在 我的機器通大都貼都是女生 我的名字叫做 煞氣的寶貝 你這有犯罪嗎 這些哥哥們 叔叔們 爺爺們 是不是要讓我的芳心歸給他們 各式各樣可能性的開場白 我都看過了 只要我可以在網路上叫他們一聲 狗 我生起了一股邪念 我去開始跟他們說 大哥我這個就買不起月卡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儲值 因為這樣子我在小小的年紀 玩仙境傳說是免費的 在他們的幻想心中 我可能是一個完美的女生 但其實我只是一個 窩在家裡的迷你小肥仔而已 所以 就早就已經看透了男人的心 原來 有人這麼好當啊 接下來進入到 當兵的時期 因為我在當兵的過程中 每天過的日子是 兩眼發直 然後 每天被長官罵完罵學弟 每天躺在那邊 像一個行動植物人一樣 我就開始思考人生 到底為什麼這麼無聊 我靈光一閃 嘿 因為部隊裡面 已經是女性同胞 沒有偉大的女性同胞 我們怎麼可能會過 太開心的日子呢 至此 我下載了某牌的交流軟體 打開了我豐富燦爛的 新的一段人生篇章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介紹 絕對不能犯的錯誤觀念 跟絕對要堅持的必勝守則 還有 如果真的約出來之後 到底該怎麼做 請千萬不要想著交朋友 如果要交朋友 我告訴你要去哪裡交 請去 酒吧 夜店 酒店 最近趕去給我試試看 照片 請拍得清清楚楚 盡量的美肌 讓自己 臉能奪瘦就奪瘦 你的皮膚能奪白就奪白 痘痘全部麻煩你點光光 你不要以為 你放一隻狗的照片 一棵樹的照片 你跟你阿嬤出遊的照片 這些是沒有用的 除非你的名字叫做 小勞勞到你 然後開藍寶間 請懂得辨識 詐騙帳號 他這些詐騙帳號 一開始都會偽裝的 好像很想跟你聊 當你真的約出去 要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會等你到我們現場 跟你說 對不起我剛好來不了 可不可以請你去幫我一個忙 你可以抱旁邊的7-7 幫我買一點點數卡 然後把那個密碼拍給我嗎 這個時候請你千萬不要上當 不要以為買了點數卡 你就會看到你 夢寐以求的夢中情人 他是不會出現的 他不出現之餘 他還會叫 三個標型大漢 長得比你爸還要壯大的人 OK 全部出現把你包圍 告訴你說 欸 是我馬子你搞什麼東西 啊 搞什麼東西 然後接下來你就不只是 買點數卡這麼簡單 總得便死 接下來 各位 這是重點中的重點 非常非常多的男性同胞 在交易軟體上面 都會有一些 必死金句 安安 你吃過了嗎 一個人嗎 女兒嗎 討證 拜託好不好 OK 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漂亮的女性 你各位男性同胞 你們仔細思考一下 你講這種話 女生看到 只會覺得你是一個 臭豬扒 拜託 請你想一點 真正的 有建設性的開場白 各位朋友 請記住一件事情 死殘爛打這一招 在現實生活中 如果沒有用的話 在網路上 絕對沒有用 漂亮的妹妹們 每天已經被幾百幾千個 瘋狂的宅男 在那邊 不斷地在那邊 你以為你每天照三餐 跟他說 安安你好吃飽了嗎 今天要去哪裡 你覺得這樣子 你會有幫助嗎 他只會把你拉黑而已 事不過三 當你真的用發功發了三次 他都還是一滴面子都不給你 就換下一位 來 下面一位 接下來下一段 我要跟大家傳授我的 必正戰術 我就靠這四個字 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樣的帥 真的是其次 最重要的 還是 懂得多 而且生活豐富 才是重點 如果你出口就是 唐詩三百首 天上地下 盡在我手 其有美女不能接受 剛剛是讓貝多爪 這麼多人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各位千萬不要太客氣 他不是你的同事 他不是你長官 他不是你爸 請不要對他太禮貌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來一段小小的 守恩英文小教室 女神的英文是 天上地下 你不祈禱 你不祈禱 你祈禱 你祈禱 也就是說 看到女神 你不要向她 祷告 而是要裂補她 就是很多人呢 看到你 女神很漂亮 是你很洗你的菜 你就會非常非常的 拘謹 非常禮貌 非常的客氣 Don't do that OK 它是你的獵物 你要有那個 一鍵穿心的心態 你一定要創造 屬於你自己的 霹靂開場金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你要動腦筋 有點像是 心理學的腦筋集中玩 來我來示範一次 教委軟體上 按到一個愛心 這個女生今天 已經被300個男生按愛心了 我講了一個什麼話 讓她回我 我就跟她說一句 小姐 哥啥沒有 就一台馬沙拉滴 啊啥沒有 就一個有錢的爸爸 你跟不跟阿出去 我跟你講 各位各位 你聽到我說這句話 你會覺得說 開玩笑 怎麼可能 就是女生聽到這 絕對比是你啊 你說對了 我用這句 開場金句 跟所有女生講 基本上 他們一定會回我說 你以為我這麼膚淺嗎 你以為我這麼low嗎 你有馬沙利跟我屁事 你回我了 好煩喔 你的目的只是為了第一句 讓這女生 願意跟你聊天 我剛才不會看過這支影片的男性擔憂 哈哈哈哈 不要太誠實 絕對是先騙到手再做考量 你168就說自己178 你存款3000就說30萬 你騎進站就說開奧地 不對吧 像我的開場班 我都跟大家說 我是飛行員嘛 對不對 我是華航的機長 我家中校東路 從一段到九段都是我家的嘛 當然對方都不相信嘛 那不相信也是個話題嘛 但你不用太誠實的跟他講說 一月才賺一萬多 然後我媽也每個月要給我8000塊 你會再告訴他 讓他這輩子生不如死 這很重要 不過我最討厭那種 自摧自擂的男人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 你已經把妹妹約出來了 約出來了之後 該怎麼辦 第一種情況 如果這個對象 可能看起來還不錯 你們第一眼感覺是 OK我們可以再認識 結果一聊天之後 他馬上 他立刻 昨天呢 我在那個 剛碰到這種情況 你可能第一眼覺得還不錯 可是你見了人面聊了天 就真的不行 真的糟糕 這種情況我就會拿出 躲自覺 躲 什麼叫躲 什麼是躲 躲就是 你要開始想 我們要怎麼樣 能夠可能的縮短這次約會 比如說 你要有各種藉口 媽媽在醫院 吃完飯我必須去看媽媽 阿媽 尿失禁了 我要回去幫阿媽擦屁股 第二種 當你第一眼見到這個對象 呼呼 OMG 你要想出一個 討自覺 什麼是討 36G總為上策 人都是一定要討的 你要想出20個可以逃亡的結構 當你在遙遠的東方 就看到對方走過來 你發現這個已經不對了 盡量以不傷人的方式 就不要出現了 第三 你不要以為女生已經對你表示好感了 你就可以把他帶到 左邊下面那個有霓虹招牌的Motel NO 是個男人 就給我忍住 你都已經忍了20年了 你還差這一天嗎 至少約會三次 在女性主動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 你不想再看到更多社會新聞 你又不要先擔心自己 接下來最後一條 千萬記住 很多人會害怕 覺得 第一次約會 欸 我現在還幫你約了一個女生啊 你趕快 趕快跟我一起去啊 我很怕 你陪我去啊 你以為找你的好兄弟跟你一起去約會 是一個好族 I'm telling you No 這絕對是你這輩子會做過最差最差的決定 因為我有好幾任女朋友都是這樣來的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對不起啊 王小胖啊 那個我這邊要把你的故事爆料出來 我記得在我當年 我有一個好朋友 跟我說 欸 我搬上來一個女生 她真的好正 我不知道要怎麼約她 我想說 因為她好像都不是很想跟我講話 她好像會音樂 你也會音樂嘛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認識她 我那時候當小我就跟她講說 幫助兄弟是人之常情 這個忙我怎麼能夠不幫 我看了照片之後 這個真的一定要幫我 這個是兩肋插刀都得幫 當你想追一個女生的時候 然後你找了朋友來 那個朋友反而是最有機會的 為什麼 因為我有第三者的藉口 我可以跟你的人說 欸 那個我朋友喜歡你啦 對啊 那我想說我可以跟你聊一下 啊 了解多你多一點 如果你大家有興趣 我們可以一起約出來 我跟這個女生講話的方式 跟態度反而是最自然的 因為我們兩個有共通話題 然後這個女生漸漸的也習慣了 每天下課之後 我會陪她走到公車站 陪到學期的最後一天 女生就跟我說 我喜歡你 小胖得知了我們兩個交往的消息 在一週之後 他看到我就說 我這輩子都不會再跟你講話了 你這真實故事 真實故事 真的喔 而且你從一開始就居心不良 可是我很正啊 小胖沒有希望的 小胖沒有希望的 朋友妻不可戲 但是他還不是你的妻的時候 絕對要戲到底 雖然說大家會覺得說 我好像是一個天下第一大渣男 但是剛才我講的一切 其實全部都可以 百分之百套用在女生身上 各位女性同胞 你們要懂得保護自己 當你碰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男生居心不良 也是可以制度的保護自己 經過這段疫情 讓大家可以多多的修練自己的戀愛學分 那我們今天的手在家講幹話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留言加分享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好 好